非常简单的把一个最入门的一个配置给更新一下 我们之前有类似价位段的配置 目标人群的老人或者小孩 他们电脑一般三种来录 第一个呢 儿女不用了淘汰给他们 那女婿上门给他装一下 第二个呢 他也有可能去网购 但是非常大的概率 去买一个什么i7级i9级18手的洋垃圾 再者呢 就身边的门店 竟有可能碰到什么呢 几年前的CPU 一整套二手 只有机箱是新的 我们这个行业内呢 经常会听到 我一个店老板下午卖台电脑3000块钱 挣2800 这是什么呢 就别人淘汰扔下来东西 他给装成一整套 卖给老人一般不会出事 有问题的话 如果你上班服务 老人家还会给你端茶倒水流吃饭 完了以后还会给你介绍朋友再来买电脑 也不是一定会这样 只是他们这个群体呢 碰到这些事情的概率会高很多 实际操作呢 并不是这样子 目标人群来买的占比非常小 而是有一些小企业小公司来买一台 买了以后几天以后 再来买十几二十台这样子 他们用来办公或者网店 我们的客服就在用速龙的200G CPU是目前英特尔最新一代的 12代的赛阳G6900双核 核显是HD710不能玩游戏 主板的是华琴的H610 三个接口全都有 VGDP和HDMI M2口呢 有两个 一个是给硬盘的 一个是给WiFi的无线网卡的 你可以加装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之前 我们会送那种不值钱的小的USB的 但是好心办坏事 有人说到以后嫌无线网卡差 来退整机 从去年开始我们不送了 反而没话说了 硬盘是西数的SN350 480G 这个硬盘约等于西数的SN550 降速以后的版本 这类用户C盘一定要大 他们有各种办法把C盘给装满 其他盘空着 然后说电脑不能用了 机箱考虑到老人或者很多单位 不要求有光效 是用的挨过者的不带侧透的 外观的相对比较商务一点 背后的接口30系是英特尔原装的 有可能用其他的替代 内存是宇沾的8G3200 单通道电源是长程的 额定的200瓦 整个机器没有什么坑点 CPU是双核好久不见了 3G缓存是4兆 HD710的核显是16E 由64核心 也就是i7的一半 CPU是46瓦 功耗不高 双核3.4G 这是CPU-Z的跑分 烤机没有悬念的 CPU只有41度 3.36G 双核的核显的频率不能识别 CPU现在45度46度还是3.4G 环境温度20度 噪音49.3分 被完全听不到什么声音 那办公的环境是比较适合的 背后的出风口也只有26.3度 插线板上70瓦不到一点 刚才那是蛮载 如果闲置的话是40瓦 意味着一天开10个小时 就是0.4度电 单通道内存23.6G每秒 72纳秒的延迟 鲁达是CPU37,000分 核显13,000分 CPU的跑分和200G1差不多 但200G1是双核四线程 CPU是双核 3DMark核显340分 CPU2174分 格式工厂剪视频可怕的1104秒 榜首的是i912900K 只要78秒78秒 用核显加速再来试试看 加速以后117秒快了9倍多 这个干活肯定不行 但是学习是没问题的 剪音导出视频257秒 这是硬盘的跑分 这个档次机器 这个硬盘已经过了 这是B站一个54万弹幕的一个视频 现在核显有占用 CPU也占了百分之五六十 这个视频是刚才用减音减的一个4K60帧的视频 现在核显还是有占用 CPU占用67% 后台的播放不停 我们看一下卷动一下 WPS页面 CPU的占用基本上保持在7-80% 关掉视频以后打开天猫的首页 那没问题 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占用 我再多打开一些网页 百度凤凰 什么网易 安居 什么知乎 什么携程 军事等等 好了 这个时候CPU占用99%了 我们再看一下每个网页打开都已经打开了 都打开完毕以后 CPU占用在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四十几 内存的占用在五点几G 网页的滚动没问题 没有卡顿感 打开一个更大的WPS文件 现在快速的拉滚动条也没问题 CPU用双核打平了AMD的双核四线程 单核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十二代 我们之前的方案是AMD 就会有人问 有没有同价位的英特尔的选择 现在就有了 而且是最新一代的 这个也确实非常无解 他们觉得给老人用 用英特尔更放心 给员工用也更放心 这个机器我们的受众里面 肯定有人觉得配置低 不能玩游戏 你那是在水面以上 水面以下其实才是大多数 你看不到我们看得到 对他们来说 这个配置没有二手 没有洋垃圾 没有杂牌 没有坑货 全是正经品牌 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是价格 1699 还是那句话 我们挣合理利润 不去做那种下三难产品 那种产品能挣钱 但做不长久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如果担心找错 可以到公众号来扫码 公众号是在微信里面 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配置想要调整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